完全都变成枯子 停车场楼梯间 生锈铁架残留枯萎直灾 天花板更有着像钟乳石般的臂癌 这里是台中市中央公园游客中心旁的 水南经贸园区地下停车场 不只楼梯间环境糟糕 电梯跟缴飞机也暂停使用 而且在停车区里面光是这一小区 你可以看到后面的灯 跟旁边两个灯都已经坏掉了 没有人修理 楼梯间走还有电梯那一块 是真的觉得比较暗 比较脏一点 因为电梯也都还不能用 好像就是一个大迷宫 对 因为我是要来开车的人 我觉得好热 指示不是很清楚 基本上觉得它是一个还没完工的东西 民众直呼已经停车场 很像来到大迷宫 很多设备都在维修 指示牌也都不清楚 2018年那个时候开放的时候 这些相关设施都是可以使用 这整个的维护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那你一直标榜水南金贸园区 这是台中的一个精华区一个亮点 那我们也花了这么多钱到维护 那到底维护这么多钱都到哪里去了 议员更质疑当初盖好时整面直栽墙 号称是会呼吸的停车场 如今绿色植物不见了 加上拥有812个汽车停车格附地大 很多设备也不能用很不方便 市府一直派卖水南土地 却完全忽视周围停车场的基础管理 市府解释因为建筑有漏水情形 先关闭CT电梯 交费机等设备和植栽墙低贯系统进行检测 才会造成植栽墙植物枯萎 完成检修作业后会尽快补植和开放其他设备 并要求委外厂商施设警示袋 只是一个原本美意便民停车的地方 却变成漏水生锈 缴费上下出口还要绕一圈 也让民众大叹很不方便 华西温林医生张志军团中报道